这个男人被一群拆迁半的打得半死 只因为他不肯卖到这间破旧的澡堂 拖着受伤的身体 还要看弟弟的比赛 但弟弟也不是他的亲弟弟 而是他不供待天的仇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部无厘头喜剧《沐浴之王》 这是一间破旧的老式澡堂子 老乔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债 这一天他接了个厮活 专门给风儿带小鹏缩澡 缩完澡 对方不但让他喝洗澡水 还脱险费用不肯给 小鹏家经营着当地最大的洗衣中心玉神宫 但生意上的事情都由表哥打点 他没事就蹦个急跳个伞 是个标准的富二代 这一天因为天气不好 他跳伞意外落入湖中 医院里 失去记忆的他才遭表哥斩博抛弃 这一切都被暗处的老乔撞见 他仰装是小鹏的哥哥 去医院领人 为了证明自己就是他的新哥 还说出小鹏屁股上有道巴 就这样失忆的小鹏被老乔带回了澡堂 家里也多了个免费的帮工 老乔想着 怎么都要把拖欠的搓澡费给赚回来 一个富二代哪里干过打杂的活 给他一把扫把 他能给你把家拆了 为了让小鹏早点上手 老乔也只能认命 就曾最熟悉的搓澡学起 小鹏搓起来没力气 老乔不得要求大点劲大点劲 结果小鹏直接给人搓进了水池里 接下来 老乔又给他传授搓的命迹 主要就是将脏东西搓出来 小鹏看到老乔背上的脏东西 使出吃奶的力气搓下来 结果那是粒屋子 老乔的皮都搓烂了 不断的搓背 让小乔的手率先找回记忆 他貌似隐心不是搓澡的 而是搓叠的 他找到老乔 说出自己的疑虑 老乔怎么会告诉他实情呢 继续狡辩他 就是自己的亲弟弟 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 小鹏抠下一把老乔的头发 但他根本不懂这几根头发 对一个中年男人的重要性 他要拿这所头发去演DNA 基因总骗不了人吧 眼看事情叫我穿包 老乔找来擅长P头的妹妹 将自己的视频都换上小鹏的头 小鹏还是不信 这上面怎么都没有老乔呢 老乔说你是不是傻 我在那拍照呢 小鹏反而为自己怀疑哥哥的行为 内疚起来 他看都没看 记到的鉴定报告直接撕毁 完全相信老乔就是自己的亲生哥哥 兄弟俩抱头痛哭 看来智商上真是傻一块去了 晚上老乔带着小鹏来到舞厅 说要带他见见世面 在场的美女都能被称呼阿姨 小鹏虽然失忆 可审美并没有退化 全出的在当跑腿脚地 老乔非要展示一下 自己的花式开瓶盖 瓶盖全非常发的脑袋上了 老乔当场饭松 先干为性 抄起对方桌上的一瓶洋酒 干了下去 对方傻眼了 这瓶酒好几千呢 这是来道歉了 还是来占便宜了 长发男眼前就要发火 关键时刻小鹏告诉他 他买的这瓶是甲脚 按规定甲义赔五 老板赔付长发男两万块 但这也让舞厅老板盯上了老乔和小鹏 追出舞厅说要收拾他们 两人撒腿就跑 老乔年老体胖 很快就被打手逮到 他挥舞着手 叫跑在前面的小鹏救他 却被小鹏理解为 别管我快跑 没有任何留恋的跑了 但随后 他又抱着一根粗水管跑回来 对着打手们一顿喷 成功将其救下 两兄弟一起出生入死后 更是决心重振澡堂 小鹏在家里 翻出一个生销的冠军奖杯 这是老乔几年前 搓澡迎来的 当时还收到 好多家澡堂的邀请函 不过得奖之后 他就飘了 在朋友的缩食下 成为贷款担保人 结果朋友跑路 老乔因此 见下一屁股战 为了重振澡堂修风 小鹏决定 给澡堂次 种点新鲜元素 先是粉刷内壁 擅长美术的妹妹 将澡堂次装饰得 浑然一新 还在墙上 画了一只大王八代表老乔 小鹏更是在澡堂里 引进了乐队和蹦迪 吃喝玩乐 一应俱全 澡堂改名为 兄弟澡堂 新颖的组合 吸引了大批年轻人 来这里打赶拍照 很快 兄弟澡堂 就成了网红景点 但是做得好 就会引起别人的忌妒 有人在网上 曝光他们 说兄弟澡堂虚假经营 涉嫌欺骗消费者 其中有个营业员 根本就是澡堂里的打扫工 这一闹 让兄弟澡堂 再度恢复王者的凄凉 甚至不要求整改停滅 这一天 监督员过来 送了一张 搓澡比赛的海报 为了改变大众 对小鹏的印象 赢得比赛 就是重振澡堂 最好的招牌 有过一次冠军经验的老乔 成为小鹏最好的导师 他带领着小鹏 开始独特的搓澡休闲之旅 搓澡和很多工种一样 想救的还是手上功夫 老乔训练他的地点 就是各个小吃摊 先是让他去小吃店揉面 训练他手腕的巧劲 又让他去胎筒装水 训练他手臂的力量 还要徒手搬玉米和刨土豆皮 都是训练手上功夫的绝招 一段时间下来 不仅手劲变大了 老乔还收获了一笔不小的打工费 看来老乔 彻底忘了这位大臣原本的身份 眼见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丝毫没有要将他送回去的想法 不仅在家里给他安了张床 还给他配了一片兄弟牌的钥匙 但是兄弟澡堂火爆全网的视频 被滚下老邓耍党 视频里的这个小伙子 不正是自家走失了几个月的少爷们 他寻着地址找到兄弟澡堂 一眼认出眼前的小少爷 小鹏也看到 掉落的一枚玉神宫的徽章 所有的过往历历在目 突然意识到 老乔一直把自己当猴耍 他抄起椅子 砸向澡堂的镜子 就像他的心一样破碎了 回去当富二代后 小鹏却发现 自己已经将澡堂的生活 融入了骨子里 蹦迪和挥霍 根本不能让他发自内心的开心 老邓看出了他的闷闷不乐 翻出他在兄弟澡堂的视频 觉得有了这一段特殊经历 小鹏真的成长了不少 第二天就是搓澡大赛 玉神宫请来了 韩国搓澡高手上阵 小鹏看到比赛 逃过表哥的冲冲阻拦 放下富二代的身份丢了过去 他早就和老乔答应好 要代替兄弟澡堂参赛 而老乔也说好 要去现场观看 但在澡堂这边 老乔已经约好了 满霞过来看澡堂 他准备将澡堂子卖掉 给奶奶治病 眼看到了最后一步清合同 满霞突然开始 砸墙壁上的壁画 老乔心有不忍 尤其是他看到电视里 小鹏三赛时 他的心动摇了 他想挽回 试图阻止职帮人到处夹东西 但是对方想要抢买抢卖 老乔一个人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比赛现场 小鹏精英上来 就和韩国顶级搓澡师对阵 第一场比赛搓澡 小鹏早就练就了搓澡的合适力度 搓完能让人回身发红 甚至还能让体验观 舒服到睡着 第一局 两人居然以19分打平 第二场比精油按摩 小鹏四处张望着 军装老乔的身影 一个不小心 他的手被滚烫的热水烫伤 眼下 他只能靠单手完成比赛 与此同时 长发难及时赶到兄弟草堂 带着受伤的老乔赶到比赛现场 他拼尽全力 举起兄弟草堂的灯牌 为小鹏加油助威 台上的小鹏 想起老乔交过的绝招 仅靠单手 在体验观身上拍位 效果丝毫不输双手 让体验观打住高分 但是这样的比赛 怎么会没有黑幕 小鹏的表哥早就收买了裁判 其中一位给出了零分的评价 这么明显的黑幕 观众可不知瞎子 为美高举兄弟草堂的牌子 带领群众高护兄弟 主持人裁判 甚至连韩国对手 对对小鹏竖起的大拇指 这场比赛 虽然官方判定韩国搓藻大失营 但是谁都清楚 小鹏才是真正的搓藻之王 老乔此刻已经体力不支 倒在地上 但他手里紧紧捏着的那把 兄弟澡堂的钥匙 让两人和好如猪 故事的最后 兄弟俩真的如愿以偿 将澡堂开到了拉斯维加斯 大批的外国人 在这里感受中国古老的娱乐文化 这种传播 让中国的搓藻文化走向世界 就像小鹏去世的父亲所说 想要做得好 必须要喜欢这项事业 小鹏的基层体验 也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你先去找个小鹏